早上好,立法会会议现在开始。各位议员,因应疫情严峻,今次立法会会议再次以事项会议形式进行。我提醒议员在参与会议期间必须保持开启视讯及显示样貌。 政府法案首读2022年拨款条例草案。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消安排修订条例草案。 二读财政司司长 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早上好。我仅动议二读2022年拨款条例草案。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深深影响着经济的运行、民众的生活。 去年年中开始,本港疫情受控、经济活动和市民的生活逐渐恢复。不过,过去一个多月,变种病毒来袭,形势急速扼转,病毒扩散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 对很多市民的生活和工作,以致中小企的经营造成沉重的打击,削弱了大家对前景的信心。 社会上弥漫着忧虑和悲观的情绪。快速稳控疫情,关乎市民的健康、市民的生命安全,也是稳住信心、稳住经济的关键。 中央的关怀和指导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无私支援,让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团结、更坚定信心、更斗志昂扬。 我们会全力全方位全速抗击疫情,一定打赢这场抗疫战。 调配可以动用的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力抗疫。 就此,单价预算案的资源已经超过了540亿元。 此时此刻,加大资源为市民纾困,为中小企提供空间,也是市民的期望。 因此,这份预算案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主要围绕四个方面。 1. 权力抗击疫情。 2. 为市民和中小企纾困。 3. 为下行的经济提供支撑,并推动日后的经济恢复,以及投资未来部署经济中长期的发展。 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总承担额是1700亿元。 连同基建和其他开支,估计可以为经济提供约三个百分点的提振作用。 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详细地说明。 2021年经济回顾。 2021年随着世界各地相继推行疫苗接种计划,加上财政政策的强力支持,环球经济活动显著恢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经济去年强烈反弹5.9%,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大幅的反弹。 亚洲地区的生产和贸易活动蓬勃香港的整体货物出口强劲,全年合计实际大幅上升19%,较2018年的高位。 超出了差不多10.9%,尤其区内贸易来往持续活跃,香港的运输、服务业输出回升。 金融服务输出也是进一步的增长,让整体服务输出全年录得1.1%的轻微增长,但因为防港旅客几乎停顿。 仍然低于经济衰退前的水平,本地疫情自从去年5月起至年底维持稳定,就业和失业和收入状况持续改善。 加上消费券计划的推动,私人消费开支全年反弹5.6%,营商前景趋向正面,投资开支上升10.1%。 香港整体经济在2021年显著复苏,增长6.4%,扭转了之前连续两年的跌势。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去年年初7.2%的高位,大幅回落到最近5.9%。 由于本地经济持续复苏和进口价格升幅加快,消费物价通胀在2021年逐步上升,但受到私人房屋租金下跌的影响,消费物价指数的升幅保持温和。 比如政府一切性措施的影响,训练全年基本通胀率是0.6%,较前年低0.7%,受美国货币政策取态,内地监管要求环球变种新冠病毒和供应瓶颈等因素的影响, 本地股票市场在2021年显著调整,低息环境和坚挺的用家需求支持之下,去年上半年住宅物业市场畅旺,不过市场气氛在去年第四季因为本地股票市场调整和优虑美国加息而减弱, 楼价全年温和上升3%。至于非住宅物业市场,除了本港经济复苏,加上11月撤销非住宅物业双费银花税交投活动,显著回升。 不过,鞋子楼的售价和租金仍然是相对偏软,而公煞的售价和租金则显著回升, 政府会继续努力增加土地供应,并密切注意物业市场的情况。 2022年经济前瞻和中期展望 市场普遍预计环球经济在今年会进一步复苏,但Omicron变种病毒肆虐,令环球经济复苏的部分在近期减慢,受能源价格高级和供应瓶颈的影响。 环球通胀显著升温,不少中央银行会因而需要收紧货币政策。 此外,地缘政治局势也复杂多变,也为经济的前景带来不确定性。 上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到4.4%。 内地防控疫情增长活动恢复良好,外贸表现强劲,去年内地经济增长8.1%,较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速都为快。 展望今年,尽管当前经济面对着下行的压力,但是内地的经济面,基本,坚实,加上政策,空间,充裕,将会支持内地经济稳步增长,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美国在去年显著反弹,市场普遍预计今年将会进一步的增长。 然而,为了应对通胀升温,联署局今年很可能会多次加息,并且进一步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加上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会比去年减少,或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动力。 欧元区的经济去年后期因为疫情反弹而再度放缓,但是受惠于仍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经济的财政方案,今年它们应该会继续复苏。 日本和亚洲其他经济体,今年的增长前景将视乎各地的疫情发展和政府的限制措施。 虽然环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将支持香港今年的出口表现,但是今月本地第五波疫情急剧恶化,蔓延各区各种限制措施,进一步收紧。 市面的人流骤减,消费的气氛受到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和市民的生活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为了抗击疫情,政府将大力加强各项检测和抗疫的工作,短期内经济活动难免要继续面对沉重的压力。 其中以消费相关的行业为甚,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状况也会转差。 第一季的经济表现不容乐观。成功抗疫是保障经济和民生的关键。 凭着国家的坚实支持和权力帮助,特区政府和全社会都必须齐心抗疫。 尽快战胜疫情,只要最近一波疫情能够逐步的受控,往后继续维持动态清零。 消费投资需求预料会重拾动力,疫情稳定也会将为和内地恢复有序通关创造条件,从而为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 考虑内外最新的形势以及财政预算案措施的提振作用,我预测香港经济今年在下半年会有较好的表现,全年实际增长几乎百分之。 二到百分之三点五。 通胀方面,外围通胀高级的情况预料会持续一段时间,本地成本压力也会随着经济复苏逐渐上升。 另一方面,住宅租金的上升压力仍然轻微。 综合各项因素,我预测今年整体通胀率和基本通胀率分别是百分之二点一和百分之二。 虽然香港通胀压力仍属温和,但由于不少生活用品都依靠出口,如果外围通胀让进口的货品价格上升,我们要注意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中期而言,香港经济前景正面,国家经济持续稳步向前并迈向高质量的发展。 是推动环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也是支持香港繁荣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规划为香港的经济明确了定位和方向,支持香港八个中心和新兴领域的发展。 我们凭着一国两制的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兄弟城市协同互会发展。 会为香港创造庞大的商机和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政府致力培育新兴产业当中创新科技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及日渐成熟。 过去几年可以为香港和竞争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未来,金融业一直迅速发展前景亮丽,在未来仍然会助力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 要把握好机遇,我们需要继续创造容量。 劳动人口和土地不足的制约会被突破,能够踏上新的台阶。 终关以上各个因素,在经济体之后会有追赶式的增长。 我预测香港经济在2023至2026年间平均每年实际的增长3%。 稍高于疫情大流行之前那10年2.8%的趋势增长。 基本通胀率预测平均2.5%。 携手抗疫 2020年初开始的疫情对市民和经济带来冲击。 政府迅速成立防疫抗疫基金, 为受影响的市民和企业提供适切的经济援助。 我非常感谢立法会草务委员会在上星期二迅速批准了再向基金注资270亿元, 让基金可以推出第六轮措施包括首度推出的临时失业支援, 向每位和资格的人士提供1万元的资助。 我相信新一轮支援措施有助解决市民燃眉之急。 我在过去两年的预算案起始也推出了逆周期措施, 连同上述基金的多轮措施涉及的总金额超过4600亿元。 除此以外,各个政府部门也投放了大量的资源抗击疫情, 包括在竹高湾和其他合适的地方兴建隔离设施, 在亚洲博览馆兴建临时医院推行计划提供检测服务, 增加药物和医疗装备供应等涉及的款项都是超过了40亿元。 抗击疫情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政府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资源。 遏制疫情,我们会在新财政年度再大幅增拨资源, 包括向食卫局拨款220亿元来加大检测力度, 采购快速测试剂和相关的配套服务, 以及向医院管理局提供额外的支援。 第二,向卫生署增拨60亿元增购疫苗, 为市民注射加强剂。 第三,向各有关部门增拨和共知识医员, 用来购买防疫抗疫物资和服务, 学习防疫抗疫措施。 第四,向食物环境卫生署分两年, 要加强环境卫生服务, 以及针对应对疫情增加的家道清洁和收集垃圾服务, 加大力度防治鼠患和改善公众介绍的卫生。 部门同时会加强寻查执法, 提高社区的卫生意识, 以及第五,向防疫抗疫基金再注资120亿元, 以兴建各类的防疫抗疫相关设施。 我另外也预留200亿元以备其他各项不同防疫抗疫的需要。 如果有关资源有需要增加, 我们会全力做出配合抗击疫情。 疏解民困 为了舒缓疫情下市民面对的经济压力, 我会推行多项一次性的措施, 包括宽检2021年度100%的信奉税和个人入息货税上限11万元, 全港201万名纳税人受惠有关扣减会在该课税年度的最终因缴税款中反映, 政府收入将会因此而减少131亿元。 宽检2022年度 宽检2022年度 食物业拆想 首两贵 每贵1500元为上限 其后每贵每户 每季 1000元为上限设计的款项 是117亿元 设计的单位 是299万个住宅物业 第三 为每个合资格 电力住户 住宅用户的户口 提供1000元的 津贴 这项措施将会涉及28亿元的开支 月280万个住宅用户 可以受惠 第四 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 发放金额相当于半个月的 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 高龄金贴 长者生活金贴 或是商残金贴 额外开支 月23亿 8400万元 在学家庭金贴 也会作出 降落的安排 额外支出 大概是111千4百万元 以及第五 为参加 2023年 香港中学文评设的学校考生代表考试费 114千9千万元 我们会把公共交通费用计划的门槛 从今年5月至10月 从400元降到200元 政府会就市民每月超出的200元 实际交通开支提供三分之一的补贴 补贴金额以每个月500元为上限 细化下的补贴额会增加 我们的开支大概118千万 估计每月可以汇集大约380万名市民 我建议 从2022-23克税年度起 开始设立住宅租金 开始扣税以减轻 并没有持有任何住宅物业的身份税和个人 入息课税纳税人的住宅 私人物业的负担 每个课税年度的扣除上限是10万元 预计政府收入减少33亿 我们预期在今年第二季 把有关的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去年推出的百分百担保个人特会贷款计划 协助了不少市民 我决定把申请期延长一年到明年4月底 最高贷款额从借款人 在这期间平均每月收入的6倍增加到9倍 上限由8万元增加到10万元 计划下最长还款期从6年延长到10年 还期不还本的安排从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 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贷款机构 进一步增加灵活性 尽量协助在疫情下收入大幅减少的人 为加强支援网上学习 优质教育基金已经预留了21元 从这个学年开始推行一项为73年的计划 包括自助学校购买流动电脑装置 和可携失无线网络装备 公有需要的人用 有关的措施将可以协助继承家庭的学生 在疫情之下继续学习 支援企业 在这个抗疫关键时期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维护经济的元气 特别是中小企生存的机会 尽量尽力保住打工仔的饭碗 我会寻以下两个方面提出措施 一个是在企业的经营压力 另外一个是为企业的资金周转提供协助 在缓解经营压力方面 我建议 第一宽减2021年 百分之百的利得税上限税一万元 全港15万一千家企业受惠 有关的扣减会在该课税年度的最终因缴税款中反应 政府的收入将会减少 宽减2022年4季的非住宅 我也猜想首两季以每户每季5000元为上限 其后两季以每户每季2000元为上限 估计涉及43万个非住宅单位 政府收入将会减少34亿元 第三宽缓2022年度的商业登记费 让150万名业务经营者受惠 政府的收入会减少31元 第四继续减收非住宅用户75%的 应交水费和排污费 每户每月宽减额上限分别是 2万元和12500元 为期8个月到今年11月底 25万个非住宅用户受惠 政府收入将会减少618千万元 第五 由今年11月起延长 豁免或是宽减 现行34类政府收费 为期12个月 汇集多个行业 包括航空、海事物流、零售、饮食、 渔农建造和旅游、娱乐业 政府的收入将会减少17亿元 以及第六继续宽减 现实适用于政府住所和资格住户 地政总署 写下和资格短期租约和豁免输的 75%租金和费用 为期6个月到今年9月底 同一时期 应政府要求以至需要关闭的 住所的住户在关闭期间可以继续获得 传额的租金宽免 政府的收入将会减少14亿元 在协助企业周转方面 资金周转方面 我决定把中小几融资担保计划下 所有现代担保产品的申请期延长一年到明年6月 该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金也会进一步优化 每家企业最高贷款额从18个月 雇员的薪金和出金总和提高到27个月 上限由600万元增加到900万元 最长还款期从8年延长到10年 此外 我也已经要求金管局通过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器 再次延长预先批准环息不还本计划6个月 到今年10月底 同时 金管局和银行业也会提供损项 给企业可以选择在一段较长时间内 偿还部分本金有关安排 也适用于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贷款 此外 为协助中小企出口商 更容易取得银行的出口融资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计划在今年3月 实行推出出口信用担保计划 为保护出口融资做最高七成的信贷担保 担保额以5000万元为上限 此外 为了鼓励出口商 承接海外买家更大的订单 信保局将会在今年下半年 推出弹性赔偿率 安排提升他们的保险 预计会汇集大概2400个保护创造职位 为了舒缓因为疫情和抗疫措施而导致的情况 政府先后在防疫抗疫基金预留了132亿元 用在公营和私营机构开设临时职位 截至去年底 两轮创造职位已经创造了6万个职位 其中约45000个职位已经入职 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当中 我们也额外预留了66亿元 增设3万个有实现的职位 发放消费券 我们在去年首次推出消费券计划 在各方的帮助和合力推动下 有效地提振了市场气氛 刺激了本地的消费 加速了经济的复苏 也推动电子支付更广泛使用 新一波的疫情 打乱了我们经济复苏的步伐 接近去年的经验 我会推出新一轮消费券计划 透过合资格的处置支付工具 向每名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 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 分期发放总额1万元的消费券 预计这个措施可以汇集660万人 我深切明白 这一波疫情令不少行业和市民深受影响 为了疏解市民和不同商户的压力 我会做出一个特别的安排 透过去年消费券计划所收集的登记资料 会在4月份现象超过630万名 已经成功登记的税民 发放5000元消费券 余额会跟新符合资格人士的消费券 一起在年终再分批发放 就此 政府会透过临时拨款决议 向立法会申请拨款 我们会表明 这个决议案通过以后 就会动用这一笔款项 我希望消费券计划 在疫情平稳之后 为市场注入动力 加速经济恢复 进一步巩固商户和市民 使用电子支付的习惯 促进数码经济的发展 整个计划涉及664亿元的财政承担 我们会尽快公布详情 提升经济润力 丰富产业发展 制定长远的经济政策的时候 我们先要弄清楚 经济发展的目的 才能够令政策的实施 不会偏离初心 也要对国家的发展规划和战略 以致香港其中的角色和功能 有充分的认识 结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才能够抓准定位 把握机遇 此外 我们还要不断小心评估 国际政治形势 看清长期的趋势 把握经济规律 谨慎防范风险 避免我们的发展被干扰 以民众为发展的重心 首先要知道经济发展 是为了谁 为了什么 去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达到4万9千美元 最新的季节性调整失业率 已经回落到3.9% 看来不熟 但是这些数字 不足以让我们看清许多问题 例如经济发展不平衡 很多年轻人未能一展报复 举例来说 2020年金融服务 占本地生产总值23% 但是只是占总就业人口 百分之七 反映虽然业内人士收入高 但是收贿面不够广阔 事实上 据专上教育水平的新生代青年 他们的就业收入 普遍显著低于 据乡经学历的 较年长世代的人士 显示我们经济结构提升的速度 不足以为青年人创造 足够的优质职位 经济发展 需要为了所有的市民的生活水平 都能够得以提升 让大家都可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放复产业发展 迈向高质量 而去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从而更多有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 可以让市民更好的受贿 又可以创造条件 并且提供资源 解决例如房屋 贫穷等深层次的问题 历史新起点 实施香港国安法加上完善选举制度 是从法律和制度上贯彻落实爱国者 治港根本原则和确立香港的政治秩序 让一国两制能在香港实践 重回正轨 行稳致远 让香港巩固和强化 在这个制度下的独特性和优势 现在得到的政治的体系 能够得以加强 而行政立法的关系 能够良心的互动 政府的治理效能进一步的提高 立法会社和社会各界 能够集中精力 来处理社会经济和民生的问题 逐步地破解一些 很久以来 制约香港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将标志着香港一个历史新起点 一个迈向 游质极新的新里程 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拥有独特的条件 包括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 优良的法治传统 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等 一直背靠祖国 同时面向世界 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从而取得长足的发展 在十四五规划下 国家持续改革开放 朝着高质量的发展 并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迈进 又明确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定位和方向 支持香港在八个领域的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是香港经济的必然之路 用好国家的政策和自身的优势 以大湾区为出发点 积极的拓展 庞大的内地市场 参与国家经济内循环 同时继续担当好 内外循环交汇点 这个桥梁和平台的角色 联系国内外市场和投资者 协助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见的大变局 今年西方国家不断尝试遏制我国的发展 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供应链 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让保护主义进一步升温 过去两年 很多国家政府大规模举债 央行就推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大大增加了 金融市场的这个脆弱性 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在管控好风险的情况下 更好的联系国际市场 务求或稳中求进 也要利用发展 让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从而可以实现一劲促稳 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 创新科技发展是世界大潮流 也是不同经济体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创科产业 就是新经济的增长点 也可以提升其他行业的 提升的增长 无论是新兴的产业还是传统的行业 都是需要创科引领 因此我们要着力去推动创科的发展 经济要迈向高质量的发展 数字化是必然的趋势 通过搜集经济体系内 各式各样的数字 将这些加以整理和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 整体经济和各个环节的运作 从而提高效率 推动创新 对于企业来说 数字化有助转型 赋能提质增量激发创新 为了加速数字化的进程 我会成立一个数字化经济委员会 包括专家学者和业界的精英 和相关的政府官员 接下来我会来阐述香港经济发展 如何开拓新的领域 注入新的元素 创科发展 持续推动创科的发展 是让经济更优质多元的重要策略 十四五规划 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创科发展除了促进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机会 还推动再工业化和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也有助各行各业数码转型 本届政府已经投放超过1300亿元 在创科发展 近年成果也显著 我会在预算按增播资源 持续强化整个价值链 和创科的生态 支持初创和科技投资 香港的创科生态日趋蓬勃 初创企业的数目 有2014年的 升到去年的4000间 同时风险投资的投资额 有11万元 激增到417亿元 现实香港是第一 全球第二大的 生物科技集资中心 近年 政府和大学都投放了不少的资源 培育初创企业 协助师生团队将研究成果商品化 两大旗舰园区 香港科技园公司和数码港 为初创企业提供一战式的资源 香港至今见证了十多间 独角兽的诞生和成长 过去几年 随着20亿元的创科创投基金之外 我们也通过数码港和科学园 分别成立了数码港投资创业基金和科学一些基金 不同的基金有各自投资 重点显著地拓宽了香港初创企业的集资 尽管如此一些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 其实阶段的初创企业未必适合一些稍去规模 并且只是拓展业务的企业 而部分这部分的企业往往是极具发展潜力 事实上香港本身也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两年前我在预算宣布在蔚来基金 拨出部分的款项 成立一个名为香港增长组合的投资组合 投资在和香港有关联的项目 目标是巩固香港作为金融商贸和创割中心的地位 长远提升香港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政府去年已经任命了 百家基金经理作为普通合伙人来进行策略性的投资 为了来扶植一些较成熟的企业来贡献香港的经济 我们会进一步将未来基金对香港投资组合的分配增加100亿元 当中50亿元会用来成立一个新的投资基金 策略性科创基金 我会邀请科技员公司和数码港 物色对香港具有战略价值的科技企业 以及可以丰富香港创科生态的投资机遇 另一方面 创新和科技基金下 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一直支援大学成立初创团队 将他们的研发成果商品化 从而创造经济价值 为了进一步将这些科研成果落地 我们会将每所大学的资助额倍增到1600万元 新增的资助会是大学初创企业提供和私人投资1比1的资金配对 每间初创企业每年最多可以获得150万元 为期最长三年 有关的措施额外开支是4800万元 推动生命健康科研 两年多的新冠疫情 大家大大提高了全球对于生命健康的关注 事实上国家十四五规划居交 人类健康以及强化生命健康等 都有这些科技力量 香港在生命健康科研的实力是比较突出 多位大学有权威的学者 而且也有从0到1的突破能力 成果丰盛 我们还设有 就是国家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实验基地 推动生命健康科研和产业发展优势显著 也是波诸100亿元成立 英诺香港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旗舰项目 至今已经有28所由本地大学和30几间 国际顶尖大学和研究院合作的实验室 当中就有16所和生命健康相关 是一股强大的研究的实力 是可以缔造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的发展 我会预留100亿元 为香港长远提供更加完备配套 包括硬件、科研人才、临床实验、数据应用等各方面 来提升不同机构包括大学在这方面的容量和能力 并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链 我们将会在广深创新 与科技园来续设立 InnoLife HealthTech 生命健康 创新科研中心 以上的这些 八间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汇聚全球顶尖的研究团队 聚焦生命健康领域的研发和环球科研的合作 包括生命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范畴 会应用在预防、诊断、药物开发、先进治疗、康复等领域 医管局也会协助 去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它辖下医院做研究和临床实验 以及将累积的宝贵的临床数据做研发的用途 我们的目标是要促进科研多元合作和产业化 建设香港成为生命健康研发的重症 汇聚产业的集群 推动研发 过去几年我们大力推动研发 香港拥有16所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和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中心 这些都是具备着非常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和设备 不少在他们专注的领域占有国际领先的地位 现实创新及科技基金每年向这些机构提供资助 我宣布将有关的资助增加一倍到4亿4千万元 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研发工作 培育本地的人才 并且吸引更多的科创人才来香港 来促进他们和内地机构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我们公司营界别积极的应用科技 达到立民变民的目标 为了推动政府运作进一步数码化 我预留了6亿元 在未来三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计 来去看看各个政府部门利用科技的进度 并通过科技和创新方案 协助部门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 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对香港发展知识型经济 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方向 相辅相成 特区政府会强化香港知识产权制度 在专利方面 也会推广和发展香港的专利制度 我会在未来三年 合共增拨8500万元 给知识产权署 来提升香港的专利申请的实质的审查能力 商标方面 我们在全力的推进在香港实施 商标国际注册的一些协定 以及有关议定书的筹备工作 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在香港实施 商标注册制度 版权方面 为了配合数码云的发展 商经局在去年底更新香港的一些科技 来去展开公众咨询 政府会审慎地考虑所有收集的意见 在今年上半年会向立法会提交修订版权条例草案 知识产权也会积极和内地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的便利措施 优化他们的咨询的服务 以及管理人员的交流 并且和律政司合作 推广知识产权调节和仲裁服务 我们会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和其他执分者 通过不同的渠道 推广香港的知识产权的专业服务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几十年来 紧跟国家的需要和国际投资市场 汇聚了大量的资金 投资者、企业家和专业服务人才 服务和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市场的体量持续增大 随着互联互通的扩大和优化 以及今年我们对市场转变的政策 香港的角色进一步提升 发展上了新的台阶服务范畴 更丰富 产业链更传绵 金融机构群聚的效应更显著 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提升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 各种中心的功能 跟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高质量建设大湾区 我们要发挥好 我们的能力在快速发展的时候 也要稳定安全 让香港的市场走得快走得远 国家的稳步发展 是香港最坚实的依靠 相双循环发展的格局 中国家高质量双向开放 经济 财政司司长 香港要积极打造 从投资产品的种类 风险的工具 世界企业 以至财资管理的需要等 香港的金融市场 将必然有更好的发展 更广 更好的促进内地 和各市场的互联互动 让香港 更具能量的国际金融中心 证券市场 继续蓬勃发展 去年 港股 上升 首次公开销股 达到 全球排名第四 这是环球主要的上市平台 港股交投和市值的增加 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年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提升市场 包括 同股不同 创新企业上市 容许 生物公司在香港上市 并便利核资格发行人 在香港 上市 截至上月底 融资 从其总值资额达到一半 新经济 香港股市总市值超过20% 其中有48间 是医疗和生物科技公司 它们 的融资 令香港成为全球第二大的 带同生物科技生态圈 全面发展 继续各新制度创新发展 为香港市场 不能提出 发展重要手段 今年一月 确保上市公司的素质 投资者的保障 和市场发展 等考虑之下 港交所推出了 容许经验丰富 与良好的 SPEC物色 新创企业 作为 并购目标 扶持有潜力的新型企业 通过非传统 引入新的上市路径 此外 内地经济持续发展 在融资需求下 然而在海外市场上 是需要面对风险 和各种因素 不少公司选择回流 我们已经维持出好准备 包括容许 没有 不同股权架构 并除非创新产业的 大中华公司 这些措施 将会有力进一步 吸纳 优质 公司在香港上市 丰富市场的选择 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提升平台的竞争力 先进技术 并 去规模的科技企业 大量投入研发 但是没有盈利和业绩支持 证监会和港交所 正在检视主板的上市规则 研究在充分的情况下 配合有关的做法 有力资金的配置 有力资金的配置 可以参与和受贿 可以参与和受贿 已经成立的香港债市 已经检视了香港债券市场的情况 并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包括 我们这些建议 包括在证券计划下 扩大发行 人民币和交产年期的港元债券 以促进人民币 债券市场的发展 为本地收益率趋线的形成 参与香港的债券市场 向推广香港 同时会进一步 中央证券 对不起财政市市长的讲 话经常被中断 所以存议员听不到 此外 我们也会研究 优化发载 在妥善 便利小投资者 与分享债券市场发展 我们这里让市民受贿 不少于一百五十亿元的通胀 刮钩债券和不少于三百亿元的 银色债券 市民 可以有回报率稳定 认购的绿色债券 公市民认购的绿色零售债券 上周公布了发售详情 在据环境效益项目 供建绿色环境 稳定回报 我计划 发行率债 金额不少于一百亿元 离岸人民币服务缩纽 香港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血潮 财政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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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停一下 可以吗 财政司司长 因为那个线路 好像有一点问题 我想 等工作人员先看一下 好吗 会议现在暂停 十分钟 让工作人员处理问题 请你继续 司长请你继续 谢谢主席 各位市民不好意思 那我继续了 离岸人民币服务枢纽 香港是规模最大的 离岸人民币市场 兼具先行优势 地域和文化之力 在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流 结算量 产品种类和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 都发挥着推动和创新的功能 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未来我们会探讨 进一步扩大跨境人民币资金 双向流通的管道 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产品的发展 包括在港发行更多元化 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债券 在证监会交易所和金管局成立的工作小组 已经完成容许港股通南向交易的股票 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行性研究 提出详细的实施建议 工作小组将展开筹备工作 并与内地监管当局和相关机构协商 政府将会提供配套 例如宽免有关市场专家交易的股票买卖印花税 以提高人民币计价股票的流通量 我们也正与内地监管机构探讨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的措施 逐步放宽额度 扩大可投资产品的范围 增加参与机构的数目 完善销售安排等 深化与内地的互联互通 本港金融市场与内地的互联互通 不断加深和拓宽 债券通南向交易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 在去年9月相继推出 互港通和深港通的范畴持续扩展 交易额大幅增长 两地交易所在去年底 已经就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纳入互联互通标的达成共识 ETF互联互通渴望尽快落实 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 A股指数期货合约 也在去年顺利推出 我们会探索开拓更多风险管理产品 家族办公室的业务 我在去年预算案提出 就进一步吸引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营办 检视相关的税务安排 经与资产管理界了解并研究相关安排之后 我们建议就单一家族办公室 所管理的和资格家族投资管理实体提供税务宽免 并会尽快地就详细咨询业界 目标是在这个立法年度 向立法会提出修理建议 预计相关的安排将会在 2022年至23克税年度起生效 相信建议会提升香港作为 家族办公室枢纽的吸引力 丰富香港的资金池 并且为金融业界和其他专业界别 创造更多商机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 香港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 发展前景广阔 我们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可以引导国际资金配对优质的绿色项目 积极贡献国家的3060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还有香港的205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 我在2018年推出 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以来 至今已成功发行超过70亿美元等值 以环球机构投资者为对象的绿色债券 达成了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包括发行长达30年期的美元绿债 和20年期的欧元绿债 两者都是亚洲地区政府的首次 也为香港的债券市场蓬勃发展 建立了重要的参考基准 而深圳市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人民币绿债 为大湾区利用香港市场 进行绿色融资提供了牵头和示范作用 并进一步强化香港 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和绿色金融中心的功能 今年我们会继续发行总值约45亿美元等值的绿色债券 去年推出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 广受业界欢迎至今已经批出超过50宗申请 涵盖各类绿色和可持续债务的工具 其中不少是资助与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相关的外部评审费用 为支持企业进行绿色融资 我们会把这个计划下申请外部评审费用资助的 最低贷款额门槛由2亿元降到1亿元 基建融资证券化 为巩固香港作为基建融资中心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首选海外融资平台的重要角色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将于年内研究落实基建融资证券化先导计划 根据计划 按揭证券公司预期将于下半年在机构市场发行 总值达4亿5000万美元的基建融资证券化产品 共投资者选择 一方面让本地基建融资市场更加蓬勃多元 同时将市场的资金引进高质量的基建项目 金融科技 金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10月签署谅解备忘录 同意通过联网的方式构建一站式平台 让内地和香港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 就其跨境金融科技项目在两地进行同步测试 限时超过时间本地银行已有意使用这个平台 金管局正与人民银行落实平台的操作细节 拍处上金融科技概念验证测试资助计划 于去年首次推出业界反应热烈 我将拨款1000万元在今年推出新一轮资助计划 鼓励金融业就更多金融服务及产品进行概念验证测试 推动业界持续创新 另外我们也建议创新 新一轮的资助计划下 资助科研机构为香港金融科技业界面对的一些发展瓶颈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商业数据通 去年预算案宣布商业数据通计划 目标退出时间是今年年底计划进展良好 多间银行在项目研究和实行时 已经运用多种的商业数据 成功向中小企客户批出总额超过91港元的贷款 金管局会研究引入更多的商业数据源 以扩充商业数据通的功能 并丰富以数据为本的金融服务的生态圈 同时政府也会研究让金融机构在企业授权的情况下 能够从不同政府部门以电脑可读格式取得其在政府部门的数据 并会优先处理有助中小企申请金融服务的数据 当湾区投资基金 我刚才提到 在未来基金对香港增长组合的分配增加100亿元 当中51元会用作策略性创科基金 至于另外51元则用作成立聚焦大湾区投资机会的大湾区投资基金 在国家的支持下 大湾区将会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发展前景亮丽 随着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通过投资助力去内不同优势行业的发展 除了为区内发展增添东能外 也为香港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收益 文化艺术及旅游 文化艺术塑造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文面貌 人文精神是一个地方的软实力所在 香港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而且拥有中西文化汇聚的独特优势 以及广泛的国际脉络 加强推动文化艺术的交流发展 有助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也配合香港在十四五规划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 我会增幅资源 推动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 香港演艺波兰会 要推动艺文界的发展 提供国际交易平台是重要一环 有助发展完整的产业生态圈 香港艺文界已经具备一定实力 在视觉艺术方面 每年的巴塞尔艺术展 设计营商周等都文明国际 而2020年香港在国际艺术品的市场 全球排名第二 仅次于纽约 为了放复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 我将会拨款4200万元 在两年内举办首届香港演艺博览会 这是为了表演艺术界而设立的大型艺术市集 将会提供一个综合平台 通过展览推荐、座谈、专题讨论、表演和教育等活动 展示本地、内地及外地顶尖的表演艺术家和团体的作品 帮助内地和香港杰出的表演艺术走向国际 同时也促进他们与外地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团体交流 艺术科技 艺术和科技的融合已经成为新趋势 令艺术的展现和接触面 有更广宽的台阶 也为了相关的业界和青年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我们在2020年已经预留一员推动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为艺术和创科人才提供支援 为了进一步推动艺术科技的发展 我会拨款3000万元 由下年度起推行艺术科技技术先导计划 鼓励九大主要演艺团体 应用艺术科技 丰富他们的舞台创作 我也会为艺术发展资助计划 额外注资1000万元 鼓励计划下的中小型艺团 进行更多艺术科技的探索 此外 东九文化中心预计在明年分阶段启用 我会预留每年8500万元 支持其发展为艺术科技的重镇和摇篮 提供有系统的培训 我也会预留7000万元 提升抗乐级文化事务署 辖下演艺场地的设备 让艺团可以在表演项目中更多应用科技 提升观众的体验 旅游业 旅游业发展与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息息相关 因此加强对旅游业的支援 可令两者产生协同效应 过去两年 政府拨出了超过38亿元支援旅游业当中 除了向业界提供直接财政资源外 也包括额外资源 鼓励业界在为恢复跨境旅游之前 开发更多本地游路线 协助提升景点配套和导游服务 面对区内激烈竞争 我们会做好准备增加资源 推动针对文化古籍绿色及具香港特色的旅游项目 加强推广 适时推出具吸引力的优惠 以吸引境外游客 并巩固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下 一层多站的示范核心区 及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定位 我会预留12亿6千万元支援及发展旅游业 当中6亿元将会用作设立一个 为期三年的文化古籍本地游鼓励计划 以鼓励旅游业开发和推出 具文化和古籍旅游元素的旅游产品 并支持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的运作 另外6千万元则会用作 自助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 为期三年 以加强提升旅游业的专业水平和服务素质 预留拨款余下的6亿元 则用作支持香港旅游发展局 从政旅游业及推行文旅规划的工作 旅发局将会继续推行旅游就在香港项目 以支援业界 当跨境旅游逐步重启 旅发局会在合适的客源市场 进行载域就在香港 这个推广 以吸引旅客重返香港 旅发局也已经在去年 完成香港旅游的长远定位的 前期研究和咨询工作 并会在来年根据各个客源市场的情况 分阶段推出全新旅游品牌的全球宣传活动 旅发局也将会运用它储备中的一亿元 支持上述工作 航空及海运业 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机场和港口设施 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 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推进香港航空业发展 并利用香港国际机场 为出大鱼山的去位优势 打造具多元产业的机场城市 国际航空货运 为了进一步为大湾区提供优质便捷的货运服务 香港机场管理局计划发展 香港机场与大湾区之间的海空货物连运 机管局会在东莞设立上游 香港国际机场物流源 和在香港机场设立空车海空连运货运码头 让内地出口货物可以在预先完成安检后 无妨运达 再利用香港的国际航空网络 无需重复安检程序 直接转运到世界各地 国际空运货物也可以套用上述 相反路线进口内地 机管局已经在去年年底 开始利用香港国际机场现有的设施 逐步推进海空连运限导计划以具体测试及建立整套的操作流程 海运及港口业 香港海运港口局已经成立捐责小组研究推动智慧港口发展的具体方案 包括通过一个数码化系统进一步提升香港港口效率和减少货物处理时间和成本 该局也按其研究结果建议提供半税优惠给相关航运业商主导人 以吸引更多海运企业落户香港 政府预计将会在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律修订建议 渔农业 为了推动渔农业的商级转型持续发展 我们已经在农业持续发展基金和渔业持续发展基金下推出先导计划 制作本地渔农业应用新技术 例如水耕生产技术 智慧农场管理 先进行出会务处理科技深海网乡养殖 贝类及脚壳类养殖等 进一步推动业界现代化和提升竞争力 并促进趋势传承 我建议向两个基金各注资五一元 并适度扩大适用范围和简化申请程序 以进一步支援业界迈向高科技 集约化的发展 以及把握大湾区的际遇 我们会继续推进新农业政策下各项措施 包括在新界股东南设立农业园 农业园第一期会提供月七公顷的农地 工程预计将会在今年第二季 至明年分阶段完成 第二期的筹备工作也已经展开 预计会提供月七十公顷的农地 加强投资推广 外来投资对发展不同经济领域都有莫大好处 优质的外来投资不但能带来资金 也能带来技术以及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必须继续吸引内地和海外的企业来港投资 为香港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无容置疑 根据政府的统计 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目 由2017年的8,225间增加10% 到去年创新高的9,049间 显示香港的营商环境依然优越 疫情后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势必加剧 我们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投资推广工作 以吸引外来投资 政府将由下年度起分阶段 增加约9000万元的经常拨款 加强投资推广署的工作 同时强化香港在内地和海外的投资推广网络 香港目前已经签定了45个全面性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并正与14个税务管辖区进行商讨 以减低外资企业在香港营商的双重课税 我们会继续积极拓展全面性协定网络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方会 为了更好地发挥香港聚裁集器的优势 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 我已经邀请金管局筹备举办高层次的投资方会 邀请国际和内地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来港出席 亲身了解香港的独特优势和投资环境 共同探讨未来的环球金融机遇和香港可以发挥的作用 贸易发展 香港一直是高度开放的贸易中心 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开拓一个更稳定开放 共融互利及遵守多边贸易准则的国际经贸环境 强化作为国际循环下国家与世界各地的连接平台 以及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对外贸易 内地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分别是香港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我们会继续争取 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框架下 引入更多开放措施 为香港业界进入内地市场创造更有利条件 香港与东盟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和相关的投资协定 在去年全面生效以来一直推展顺利 东盟成员对香港寻求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也表示欢迎 特区政府宪政加紧争取香港尽早加入RCEP 除了香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外 我们也会继续争取与其他经济体缔结自贸协定 服务清关的效率 第一阶段的服务已全面提出 而第二阶段的服务预期在明年开始分批推出 我们也预留了14亿元发展第三阶段资讯科技系统 先拯救实施的详情咨询业界 目标是在下个年度提交拨款申请 以尽早全面实施贸易单一窗口 贸易推广 政府自2018-19年度起分6年向贸易发展局额外拨款 共8亿3500万元推行多项措施 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商业枢纽的地位 并为港商开拓商机 近来年贸发局会继续优化它的旗舰推广活动 Think Business Think Hong Kong 加强在东盟及成熟市场的宣传工作 也会积极地发展数码平台协助香港企业 发掘商机和开拓海外市场 贸发局也会举办活动 向内地市场推荐香港的产品和服务 会议展览 会展活动对推动本港的对外贸易 及吸收外来投资非常重要 截至今年1月底 政府已经通过在疫情初 设立的会议展览业资助计划 向118个会展活动提供资助 另向73个长期在港举办的展览 提供一次性的及时支援 政府也会积极考虑在疫情平缓之后 吸引更多会展活动来港举办 暂缓追讨欠租 现实困难的经营环境对不少企业都是挑战 考虑到租金是中小企经营成本的一个主要部分 我们会尽快速立法 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未能如期缴较租金的租户 终止租约服务或采取其他相关法律行动 措施为期三个月 并可按需要再延长最多三个月 法力在六个月后会自动失效 有关安排可以让处于水深火热的企业 有揣息的空间 也协助稳住就业 金管局会和银行密切沟通 如果有业主因租金收入减少 而影响他的还款能力 银行会弹行处理 内地发展支援计划 为支持在内地的港商 专业服务界和创业人士 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抓紧机遇 我会在未来三年 共拨款1亿3500万元给冒发局 推出内地发展支援计划 协助他们开拓内地商机 计划将聚焦较多港商云印和港人工作的内地城市 并以大湾区为重点 通过冒发局内地办事处网络 火拍包括商会 创业人士协会 专业人士协会 及青年创业协会等港人在内地的商贸组织 举办培训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 创造容量 土地和人力资源 是影响香港经济发展的两项重要的制约 要解除制约 我们必须大力地开拓土地和培训人才 即可让市民安居乐业 同时令经济发展踏上新的台阶 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雨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及明日大雨计划 将会是增加本港土地供应的重要举措 可大量增加房屋供应 北部都会区会提供大量可做创科用途的土地 支持本港的创科发展 洪水桥夏孙也可以发展成为新界北 现代服务业中心 至于包括新田科技城 罗湖文景杜综合发展枢纽 马草龙以及刘福山 尖鼻嘴及白泥一带的发展范围 政府正争取在两到三年内 为这四个土地开拓项目制定发展方案 也会加紧落实新发展区的工程 确保房屋项目如期落成 在财务安排方面 我会从未来基金累积收益之中预留1000亿元 在基本工程储备金下成立专款 以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内土地 房屋和交通基建项目的进程 明日大雨方面 中部水域人工岛的相关研究 已经在去年6月展开 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可以提出初步方案 政府正研究精简程序 争取进一步提前原本在2027年展开的 首阶段填海工程 以及首批居民在2034年入伙的时间表 我们会在相关研究中进行财务评估 探讨利用不同模式及融资方案 包括考虑是否采用发债或公私营合作等模式 推动发展 运输基建 要落实上述的大型发展项目 是要完善的基建配套 基建先行及创造容量的规划方式 是以运输基建带动土地发展 拓展铁路网络将会支持新发展区 及其他新发展项目 释放周边地区的发展潜力 促进地区的活化发展和经济活动 政府正积极推展一系列的新铁路项目 其中北环线及洪水桥站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 已经展开 东中线沿线和屯门南线的铁路方案 也已经勘线 我们正因应香港2030家 跨于2030年的规划原景与策略 提出的发展策略 探讨全港性的铁路 及主要干道基建的布局 让有关规划能配合 甚至预留足够的容量 来满足包括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等 香港整体长远发展的需要 此外 运输署也已正式展开 交通运输策略性研究 以勾划出香港直至2050年的交通运输愿景 和编定相关的策略图 确保香港将来能够构建一个安全可靠 环保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 人才及劳动力 随着人口高龄化 出生率下降 香港劳动人口预计会减少 为确保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 除了要确保本地人力资源充足 也要提升劳动人口的素质 同时吸引人才来港 我接着会阐述关于加强本地人才库方面的措施 包括人才培训 为人力资源提升技能 知识和创意 以及吸引外来人才 金融业 因应低碳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我们计划推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培训先导计划 为期三年资助培训及获取相关专业资格的费用 推动金融及相关界别人士参与培训 我们也积极地落实为金融科技从业员 制定资历架构认可的专业资历 首批适用于银行业的金融科技专业资历 预计在今年推出 我们也将在今年实行金融科技从业员培训资助先导计划 为成功取得金融科技专业资历的从业员 提供八成的学费资助 名额约1500个 我们将于今年进行顾问研究 继续为不同金融行业建立金融科技专业资历 推动金融科技人才全面迈向专业化 计划预算为4300万 此外我们也委托数码港 在今年推行新一轮金融科技培训计划 为证券和保险业界的从业员提供培训课程和学费资助 并且资助这两个界别的业界组织 自行举办培训课程 创新科技 科技员公司和数码港继续通过不同计划 为青年人提供实习和培训机会 特区政府也有不同计划鼓励或资助 毕业生投身创科行业 例如创科实习计划及研究人才库等 现实科技人才入境计划 快速处理从事研发工作人士的入境申请 结出创科学人计划 则资助大学吸引国际知名的创科学者和其团队来港参与 教研工作 我们会适时研究推出更多便利人才来港的措施 医疗卫生 为了加大力度应对未来医疗人手持续不足的情况 我预备自2023、2024学年起 陆续增加经常拨款 至每年额外4亿元 以加强医疗专业人员的培训 包括资助学生就读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资助大学 自资专上院校 或公营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相关研究院课程 修臂课程的学生可成为医疗专业人员 同时也会在指定专业 届别课程资助计划下 增加500个指定名额 资助学生修读 与医疗相关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 另一方面 我会请食卫局和医管局 探讨护免教资会资助大学及自资专上院校就医疗相关的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及研究院修课课程向医管局缴交临床实习费用 此外 继2018年市政报告宣布预留的200亿元 我会再预留100亿元 以完成各项提升和增加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医疗教学设施的工程 拟建设施落成之后 三间大学在容量上可应付约900个额外的医疗培训学额 文化艺术方面 我会拨款3700万元 在未来6个年度 为康文署和即将启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人员 提供专业培训 增加博物馆建席员 文物修复计划以及暑期实习生计划的名额 预计超过150人受惠 我也会为粤剧发展基金注资1亿元 加强支持从业员的专业提升和持续培训 助力粤剧界长远的发展 预计有800个从业员受惠 建造业方面 为培训更多心血和提升限职工友的技术水平 我建议向建造业议会拨款10亿元支持人力培训工作 包括为面临人手短缺的工种增加培训和津贴 吸引新人和转职人士入行 以及增加提升半熟练工人至熟练工人的培训学额和津贴 我们也会加强推广业界的专业形象和发展机会 以吸引更多青年人入行 我会在2019年成立的主要项目精心学院培训工职人员 以更创新的思维和更加的领导技巧推展公务工程 我已预留3000万元将学院的培训对象 扩展到政府以外的持份者 包括主要的公营机构 公共工程的顾问和承建商等各项目相关的人员 募求提升公务项目的整体表现 共同推动香港长远的大型发展计划 优财计划 政府早前完成检讨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下的香港人才清单 通过新增资产管理合规专才 及环境社会及管理相关财经专才专业 并拓宽部分原有专业的领域 涵盖医疗及健康护理学科 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和艺术科技专才 以及优化法律和争议解决专才的要求 以配合香港未来重点发展 金融 创科 文化艺术和争议解决服务的政策方向 加强吸引目标优秀人才来港发展 职业专才教育 此外 政府积极推动职业专才教育的发展 为不同志向和能力的青年人提供灵活多元的触路 培育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 政府通过职业训练局推行职业教育及就业支援计划下的 职学雇主平和先导计划 及职学国际交流学习先导计划 以及监督制 专专专业课程学生自助实行计划 推动职场学习及平和 扩宽学生的视野并鼓励在职人士持续进修 政府已经决定把上述计划的实行期延长两年以汇集更多学生 政府宪政检视易进文凭课程的自助计划优化课程内容 并在 2023-2024学年起将计划横长化 以积蓄支持中六离校生和成年学员就业级进修 鼓励持续进修 为继续推广持续进修 鼓励市民自我增值 政府会把持续进修基金的自助上限 由每人2万元增加至2万5千元 并撤销年龄上限 新措施将会汇集额外76万名和资格人士 以开立基金账户的市民也可以受贿 建设移居城市 县市土地供应 本届政府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 积极加快造地建物的步伐 5年来提供了稳定的私营房屋土地 涉及约8万6千个单位 2021年度的佣地 整体供应估计可以兴建约2万个单位 比供应目标高出约7千个单位 展望来年2022-23年的麦地计划 共有13幅住宅用地和4幅的商业用地 预计可以分别新建约8千个住宅单位 和提供约30万平方米商业楼面面积 麦地计划的住宅用地 加上铁路物业发展 私人发展和重建集市区重建局的项目 预计全年的潜在土地供应 可以兴建约1万8千个单位 至于短中期的私营房屋土地 我们会在未来5年 准备好大概103公顷土地 通过麦地或是铁路物业招标 为市场提供可兴建超过5万7千个单位的土地 当中4层的土地供应来自新发展区或新市政扩展区 另外4层来自其他地区的政府卖地项目 其余则来自已经进入设计阶段的铁路物业发展项目 以上的数字还没有积极市区重建项目 和其他私人土地发展项目 来年我们会加快流程善用土地 以及推动建造业应用创新科技等方面 引入多项改善措施 以加快运用土地及建屋时间 精简法定程序 发展局正在传立检视 与土地发展相关的法例 以精简发展流程和法定程序 缩短造地时间 我们计划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希望社会各界支持改革 让各项填海工程新发展区 以及公私营房屋项目得以早日落成 发展多层工业楼宇 随着多个大型新发展区项目推展 区内不少种地作业 难免受到受地影响 政府委托顾问公司做投资意向调查后 初步倾向在洪水桥和元朗物色地点 利用市场力量发展 以物流及汽车维修行业为主干 兼容其他合适用途 及受地影响的中地业务经营者的多层工厦 发展局将会在明年公开招标 出售第一幅的相关土地 推动建造业应用创新科技 我在2018年拨款11元成立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 提升业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基金运行三年多后渐渐成效 我现在建议再注资12亿元 以继续基金运作和实施刚推出的优化措施 包括扩大资助范围和提高资助额的上限 另外我已经预留了3000万元 在未来三年推动公务工程及业界的应用研发 促进业界采用纯新的物料和创新的建造技术 提升建造业的整体生产力和表现 进一步鼓励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 组装合成建筑法有助大幅缩短楼宇建造时间 应对建造业人手不足的问题 以及减少工程对环境影响 为了加快楼宇供应 政府会推出更多宽缅措施 鼓励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 包括把可以获得的楼面面积豁免 有限时的6%提升至10% 并为此提供相应的上盖面积宽缅 以及支持应采用这个技术 导致额外楼面面积 而需要超越建筑物高度管制水平的申请 政府会在今年中落实这一项措施 房屋供应 政府已经密得约350公顷土地 新建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可以满足未来10年约30万1千个 公营房屋单位的需求 这33万个单位约三分之一 预计在第一个五年期落成 余下预计在第二个五年期落成 私营房屋方面 估计2022年起季的五年内 私人住宅单位每年平均落成量超过1万9千个 较过去五年的平均数增加约14% 为难三到四年一手私人住宅单位 潜在供应量达到9万8千伙 是今年新高 此外 政府已经密得足够土地 提供超过1万7千个过渡性房屋单位 现时已有约2300个单位正在营运 另外约4200个单位正动工兴建 预计在今年落成启用 预计在明年底前 在有约11000个单位落成营运 按揭保险计划 多年来 政府一方面 恶意投资和投机需求 另一方面 尽力协助市民置业安居 政府在2019年底放宽了 由香港安证保险有限公司提供的 安接保险计划 市民反映正面 楼市也维持稳定 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环境 未来数年的供应情况 以及首次职业人士和计划 楼换楼自用家庭的需要 我已经指示香港安证保险有限公司 修订安接保险计划可以申请最高 八成安接贷款的楼价上限 将由1000万元提升至1200万元 首次职业人士可以申请最高 九成安接贷款的楼价上限 会有现在的800万提升到1000万 按证公司稍后会公布详情 趋于其他各项楼市需求管理措施 我们无意放宽 绿色城市 为争取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政府会按照去年公布的 香港气候行动蓝图 2050实施深度减碳策略和措施 同时 政府会继续推动新能源运输 配合减碳 并进一步提升空气素质 过去数年 预算案均投入资源 推动建立绿色城市 并在不同的范畴 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地碳绿色科研基金 我会向地碳绿色科研基金 额外注资二亿元 以进一步推动香港减碳 和加强环境保护 基金的第一轮申请反应热烈 第二轮也已经开始接受申请 这一次注资可以额外资助 约40个项目 重点支持 净零发电 节能绿建 绿色运输 及全民减费等范畴 并有助支持创新和科技业界 创造就业机会 电动车充电设施 政府在2020年10月 推出20亿元的 EV物院充电液自助计划 推动现有四人住宅楼 与停车场 安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 由于反应热烈 我们会额外注资15亿元 把计划延长4年到2027-200年度 令整个资助计划可以协助 公约700个现有四人住宅楼宇内 公约14万个停车位 安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 越站船岗一半 合资格停车位 政府正准备逐步 把部分现有的加油站和液化石油气站 石油气加气站转型至快速充电站 以支援更多不同的车辆充电 我们也会以异地多用的模式探讨 发展一些战地较大的加油站 及加气站的可行性 改善地湾地区的抵御能力 气候变化会引致海平面上升 及极端海浪 为了加强原岸地区的应对能力 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预留款项 为26个存在高风险的地湾 或是当风的住宅地区 推展改善工程和管理措施 我们也会开展海岸管理策略性研究 从规划和土地用途上提供指引 和制定长远的策略和防御措施 此外 我们会在今年申请拨款月84亿元 为多区雨水排放系统进行改善工程 以提升防洪能力 优质生活 为了让市民和游客 可以四位香港多元的文物古迹项目 享受美丽的海滨和更完善的文化体育及抗热设施 我们会推动以下的工作 优化海滨 本届政府拨出了65亿元发展新的海滨长廊及 秀气空间 以及改善海滨设施 在2021年共有13个新海滨长地开放 其中包括湾仔海滨海岸提接 让市民有更多更连贯的空间 进进维港 也带来更多不同形式的清水体验 来年我们会延续先博通再优化的理念 计划开放九龙城海信公园扩展部分 以及手段位于启德前跑道区 以私人模式发展的海滨长廊等 将维港海滨长廊总长度 再延长1公里到26公里 体育发展 政府一直积极推动体育发展 自2017年起 已经投放超过600亿元的新资源 加强落实体育普及化 精英化和盛世化 并增加体育及抗乐设施 鼓励社会各界合作建立热爱体育的文化 我们在2019年 向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注资61元 支持香港体育学院 为运动员提供全面支援 我们也在2020年 向香港运动员基金注资215000万元 鼓励更多运动员 投身全职训练 以及运动与学业双轨发展 我很高兴 香港运动员在过去一年的国际赛事 旅活加基 也期望更多年轻人 投身体育事业 发挥所长 为香港争光 此外 我们也正全力推动启德体育员项目 预期在明年底竣工 我们也积极推行2001元的体育及抗乐设施五年计划 并落实新建及提升社区体育及抗乐设施 同时逐步落实改造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共游乐空间的五年计划 文化设施 政府在2018-19年度预算案预留2001元 在其后10年改善和增建文化设施 我们计划在今年申请拨款 推展位于坟岭的文化中心的主要工程 瑶玛地戏院第二期建筑工程 以及天水维、天叶路、抗乐及文化综合项目第一期主要工程 社区演艺计划 艺术普及能够丰富市民的生活素质 我会把康文署的社区演艺计划恒长化 从2024-25年度开始 每年增加拨款到2000万元 让市民有更多机会参与文化艺术活动 推动艺术融入社区 文物保育 过去十几年 我们已经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提供了24亿元的拨款 至今已经推展了19个保育历史建筑项目 我们也通过历史建筑维修资助计划 协助私人业主妥善维修71项历史建筑 我们也致力提升公众对保育历史建筑的认识 并支持相关学术研究 贸育历史建筑基金自成立以来 资助了不少成功的历史建筑活化项目 例如大澳文物酒店 雷声春堂及饶宗仪文化馆等 这些活化项目成为地区的亮点 为市民闲来提供好去处 也提升香港对旅客的吸引力 当中不少更获得国际文物保育奖项 我建议为基金额外预留10亿元 以进一步推动更多文物及历史建筑保育工作 关爱共荣 我们会继续加强社区和院设照顾服务 及社工服务 支援长者 残疾人士和儿童 涉及的额外全年开支超过19亿元 院设照顾方面 我们会恒常化三个实验计划 及安老院设外展专业服务实验计划 长者院设住宿照顾服务券实验计划 以及森营残疾人士院设专业外展服务实验计划 并增拨资源提升改善买味计划下 甲二级院设的质量 社区照顾方面 我们会恒常化支援身体机能 有轻度趋损的长者实验计划 以及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的言语 治疗服务 协助有需要的长者居家安老 在新增设服设施方面 我们会在即将落成的 鼓动北新发展区 福利服务综合大楼 设立7间合约院设 在坟岭皇后山发展项目 新增1间合约院设 以及在屯门第54区 增设长者临设中心 特殊幼儿中心和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为区内长者、护老者 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幼儿 提供社区支援和训练服务 我们也会把 在学前单位提供社工服务先导计划 恒常化 及早识别和支援 有福利需要的学前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并且由今年10月起 为接受资助院设及社区康复服务的残疾人士 提供软餐 照顾他们的吞咽问题 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 政府在2008年推出 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 由服务机构招募社区保姆 本着 邻里互助精神 为邻社提供具弹性的家居 日间幼儿照顾服务 为更好的回应社会对日间幼儿照顾服务的 应届需求 政府会检讨计划的实施模式及成效 包括社区保姆 培训认证的需要 以及他们的回报水平 从而提升服务的质量 以及吸引更多人加入社区保姆的行列 检讨将于明年年中完成 公共财政 现届政府任内财政状况的回顾和展望 本届政府一直恪守 审慎理财量入为初 应使则使的公共理财原则 并致力改善公共财政的透明度 凭着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及市民的辛勤努力 本届政府接任的时候 财政储备为约9500多亿元 其后更累积到2018、19年度 11700亿元的历史新高 充裕的财政储备 使政府可在过去两年迅速和果断地增播资源 应对危机包括成立防疫抗疫基金 并且先后注资共约2000亿元 以及在预算中推出大规模的逆周期的措施 疏解民困并稳定经济 虽然政府因此在2019、20至2021 这两个年度均录得综合赤字 但随着各项措施的成效体现 加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深厚底蕴 今年度原先预计出现的综合赤字 扭转为综合盈余 财政储备预期在本届政府届满时 维持约9400亿元 并在中期预测的五年期间 逐步重回1万亿元以上 相当于16个月的政府开支 在增加公共财政的透明度方面 我在2019年度起将房屋储备金 回拨至政府账目 并在去年宣布将未来基金的投资收益 陆续反映在经营账目内 这些举措都有助外界更全面地 掌握政府的财政实力 也有助维持我们的金融稳定 致力维持财政稳健 为回应社会诉求及提升服务 本届政府在任内大幅提升 社福、卫生和教育的经常开支 累计至今年 修订预算的综合升幅将超过40% 新增开支接近850亿元 鉴于政府经常开支由2017-18年度的 3618亿元升到今年的原来预算 超过5100亿元 我在去年已强调政府开支要进入整顾期 并推出节流计划 在不影响民生开支的前提下 削减开支 削减部门经常拨款1% 由于削减经常拨款的效果是长期的 因此今年我们不会推行进一步的削减开支计划 以免叠加效应 挚爱部门的运作和影响公共服务 不过我们会继续审慎考虑 涉及经常开支的新项目 并严格控制公务员增长 使长远财政承担与收入增长相适应 本届政府虽然积极推动 政府绿色债券计划 但债券只用于 未经认证的绿色项目融资 并明确承诺不会用于经营开支 因此广受投资者欢迎 发行绿色债券既无损公共财政纪律 又可舒缓政府现有资源 乘付资本开支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 也进一步巩固外界对公共财政的信心 增加收入 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 税机也比较狭窄 政府收入容易受经济情况影响 要维持稳健的公共财政 除量入为初确保开支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我们更需要保持经济发展活力 并且开拓新的增长点来提高收入 简单低税制是香港核心竞争力之一 对维持香港的竞争优势十分重要 也对经济民生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落实现届政府的多项政策目标 提升服务及加大对社会多方面的投资 令公共开支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过去两年与抗疫有关的开支和纾困措施 也带来额外的支出 基于政府收入和支出需要相适应的考虑 在不影响民生的前提下 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增加收入 尽可能在维持低税率政策下 开拓新的收入来源 我在去年的预算案提出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 作为增加政府收入的措施 随着第五波疫情来袭 企业和市民普遍仍面对相当的财政压力 考虑到当前的经济情况 我认为暂时不宜调整利得税和新奉税税率 我们预计在2022、23年度 仍然会录得赤字 中期而言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简称经合组织的国际税务改革方案的推行 在香港落实全球最低税率 渴望增加来自利得税的收入 此外我也建议就住宅物业引入 累进拆想制度 以体现能者多付的原则 我会在后面的章节 进一步说明这两项措施 在积极新的财政来源之后 我们预计政府由2023、24年度起 可维持盈余 长远而言 面对人口高龄化 公共开支的压力难以消减 政府会继续探讨增加收入的来源 并适当的时候展开深入讨论 凝聚共识 以确保公共财政持续稳健 满足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拆想制度 拆想占政府收入总额大约3%到4% 我在去年预算案宣布检讨拆想制度 经检视之后 我建议修改拆想制度如下 第一 更有针对性的提供拆想宽检 政府会继续因应每年的情况 考虑是否提供拆想宽检 以保持有关措施的灵活性 此外考虑到社会过往 关注拥有多个住宅物业的业主 在现行拆想宽检下的安排可以多重受惠 我们建议日后住宅物业的拆想宽检 仅限合资格并且是自然人的业主 就名下一个住宅物业申请宽检 以2022-23年度的拆想宽检上限作为参照 新安排可让政府在日后推行一次性拆想 关宽检措施的时候节省大约31亿元 第二 就住宅物业引入累进拆想制度 建议应可拆想租值为55万元或以下的住宅物业 拆想一如限时按租值5%征收 并不改变 应可拆想租值超过55万元的住宅物业 则建议守55万元 租值同样按5%征收拆想 其后25万元租值按8%征收 超出80万元的租值会按12%征收 以更能反映能者多付的原则 预计大概4万2千个住宅物业受影响 占整体私人住宅物业的总数约2% 政府收入每年可增加大概7亿6千万 上述对拆想制度的修改将牵涉 拆想物业估价属资讯科技系统的重大改动 政府会分阶段实施上述的修订 我们会在2023、2024年度内 落实住宅物业拆想宽简的建议 进而在2024、2025年度内 就住宅物业引入雷进拆想制度 政府稍后会就拆想制度检讨结果 有关建议的细节及落实时间表 咨询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 国际税务新规定 香港与全球130多个税务管辖区 在去年承诺 落实由金河组织制定的国际税务改革方案 以应对侵蚀税机及转移利润的行为 这个方案简称为BEPS 2.0 BEPS 2.0的全球最低实际税率 规定指涵盖营业额至少7亿5000万欧元的大型 跨国企业集团不会影响本港的中小型企业 政府已经就如何落实BEPS 2.0 与受影响的企业交流 阐明政府的原则 包括维持香港的税制 简单明确和具透明度的优势 保留地域来源征税等 以及尽量减轻企业的合规负担 政府会和有关企业保持沟通 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税务规则 我们打算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 以按照国际共识 落实全球最低实际税率等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 我们会考虑由2024-25课税年度开始 向上述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征收本地最低的补足税 确保他们的实际税率达至全球最低实际税率 15%的水平 以保障本港的征税权 我们粗略估算补足税每年涉及 会为政府带来约150亿元的税收 2021-22年度政府收入 修订预算为6827亿元 较原来预算高15.5% 也就是多了918亿元 主要是因为地价合力的税的收入 较预期分别多435亿元和324亿元 政府开支方面修订预算是6990亿元 较原来的预算低4% 及288亿元 主要是由于经营开支 较预期低188亿元 总括来说 我预计2021年度盈余是189亿元 财政储备在2022年3月31日 预计为9467亿元 公务员编制在今年度落实零增长 务门已经通过订定工作 优次内部调配精简程序和提升效率 让公务员在编制不增长的情况下 应付工作量 2022年度财政预算 2021年市政报告中宣布的主要政策措施 共涉及月104亿元经营开支 和47亿元非经营开支 我会在财政上全面配合 2022年度的总收入预计为7159亿元 入息及利得税预计为2511亿元 较2021年度修计预算上升3.3% 以2022年度的卖地计划和土地供应目标为依据 递加收入预算为1200亿元 较2021年度修计预算下跌15% 印花税收入预算为1130亿元 较2021年度修计预算上升11.9% 2021年度政府整体开支减少14.4% 相对民意本地生产种植的占比将由2020年度30%的高峰下降至24.4% 2022年度整体开支将会上调15.5%到8073亿 在直至202627年度的中期预测这五年期间 公共开支将会回持占本地生产种植平均约24.9% 本届政府的经常开支 由2017-18年度的3618亿元 增加到2021年度的4670亿元 政府接近三成 当众用于教育、社会福利和卫生 这三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策范畴 约占58% 在2022年度的经常开支预算中 教育、社会福利和卫生 共占60% 即3416亿元 其中卫生的开支 政府最高 较2017-18年度增加超过一倍 2022-23年度政府将会维持公务员编制 零增长的目标 以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预计在2023-3月底 公务员编制月有19万7千个职位 中期财政预测 中期财政预测主要从宏观角度 估算政府的收支和财政情况 就2023-24至2026-27年度而言 中期预测所采纳的 学资经济增长率是每年3% 在这期间 政府基本工程开支 平均每年会超过1000亿元 经常开支除了在2023-24年度 预期下跌1.8%外 之后年度增长 几乎每年4.1%至4.6%不等 地价收入方面 2023-24年度 继续以过往15年地价收入 在本地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来计算 即本地生产总值的3.8% 我们也假设利得税和其他税项 收入的增长率 与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率相弱 此外 中期财政预测也反映了 未来基金投资收益 以及政府发行绿色债券所得 基于以上假设和安排 我估计经营账目在2022-23年度 将会继续录得次字 但在2023-24年度可以达致盈余 非经营账目则在期内五个年度 都会录得盈余 经营账目预计除了在2022-23年度 由于本预算案的一次性舒缓措施 和防疫抗疫开支导致次字外 其后年度都可以录得盈余 不过这些测算未有积极未来四年 政府可能每年推出的退税和舒缓措施 预计到2027年3月底 财政储备是10646亿元 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28.9% 或是16个月的政府开支 主席 各位议员 香港正处于抗疫路上最困难的时刻 我们正面对巨大的挑战 不过我们也有着强大的力量和支援 只要团结一致 坚定意志 坚强信心 坚决行动 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困难必然过去 稳控疫情之后 紧接而来的是 推动经济恢复和中长期加速发展 就此 我们必须立足大局 看清长期趋势 把握经济规律 抓紧重点 谋和长远 不要被短期的波动所左右 同时 面对白年未见的国际大变局 和复杂多变的外围环境 我们必须由底线思维 做好部署防范风险 以巩固我们的发展路径和成果 违规以来 香港尽力 汲取风雨 经济金融 大致保持稳定 但过程中 则射出不少 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中经济发展不平衡 给青年人发挥所长的机会不足 经济成果分配有待改善 日后都需要逐步解决 这些问题 长远关系到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是没有一个马上就可以的解决办法 需要存社会同心合力去破解 主席 各位议员 每一个精彩的故事 都有曲折的片段 每一个成功的个案 都有挫折的鞭策 如果它们当中 都有共通点 也许就是主人翁 都有坚强而简单的信念导航 我们深信可以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更公平 共义 关爱 共享的社会 近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标志着香港发展的历史新起点 实施香港国安法 完善选举制度 让香港重回聚焦发展的轨道 开启一个联正善志的新里程 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新发展阶段 祖国一直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 心力高高低低 国家都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和支持 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故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局中 香港有独特而无可替代的角色 国家持续稳步向前发展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前景亮丽 中国梦里面有我们的香港梦 让我们携手同心 以勇气 智慧 信心和行动 共同兼舍 我们美好的家园 谢谢 现在的大议议题是 上述条例草案予以二读 按照预示规则二读辩论终止待续 在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之后 预算案交付财务委员会审核 四诗辩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